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白日梦 逐梦课 星雄帖道皮诺康尼2.2梦境护照帖子全收集攻略最后的大亨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成星与昏星牛梦交苏勒达热沙海选会场 皮诺康尼大剧院星雄隐藏成就 这是梦境护照3 白日梦新增的两个帖子 首先我们来到就是苏勒达海选会场的最上方传送点 所以这我们一直往前走 在前方这个大圆盘的正中间有一个贴纸 在这个位置就是纯美其次 纯美其次 现在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 品诺康尼昏大剧院 最上方的传送点 举个boss的传送点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传送到中间的传送点往这一方面方向跑 然后回头回头就能看到这一颗贴纸 就是十亿除梦克新增的一个贴纸 我们传送到刘梦胶 就是左侧的旧梦即阵传送点 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上楼梯之后 又前方右侧 就能看到这个爵士 我们跟他对话 然后点击关于米哈伊尔 然后我们点击 居中 然后跟前方的 中标小子对话 接着我们点击居中 然后我们直接前往 这个位置是在 祝梦边境 家族建设局的地方 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就能看到 几个任务居中 然后获得一个档案 然后我们再次跟他对话 然后问的差不多了 然后又获得一个照片 然后我们再次按微 然后任务最终 回到刘梦胶的 这个传送点 旧梦什么急证 然后我们回头 回头上楼梯 然后往右看 跟这个爵士对话 有事情想问你 中标把戏强制启动 然后解锁 进来之后 那我们往前走 跟这些小鸟对话 接着我们回头 回头进入这个卡片 就是梦境空间 然后右前方 这个 小 最小调查 接着我们往前走 出门 出门之后我们继续向前 根据这个任务 追踪 进入前方的门之后 我们停 然后 往右看 然后这里有一个拼图 然后我们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我们下前方的这个楼梯 下楼梯 在这个楼梯左侧 就是 第一块拼图 接着在我们的 就是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这又是一块 然后接着在我们的 就是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往前 全部拼取完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 上楼梯 然后来到这个拼图的地方 上楼梯之后往左拐 然后再上楼梯再往左拐 来到拼图的地方 它总共就三块 我拿出第一块 然后我旋转一次 接着我们拿出第二块 然后放在右侧的缺口 然后旋转一次 两次 三次 然后剩下这一块 放到最下方 旋转一次 然后点击前方的这个空间 我们进入空间 刷一够 跟前方的爵士对话 然后我们再回头 回头进入这个后方的梦境空间 然后跟前方这个点击调查 然后根据这个任务局中 我们先出门 出门之后一直往前走 前方有三个NPC 对完画之后我们往前走 来到前方之后 我们往右拐 进入右侧的门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 然后我们再次进入前方的梦境空间 然后我们下左侧的这个楼梯 A-T 兑换完之后 我们继续根据这个指引 我们往前走 再次跟前方 就跟VC對話 我們再跟這個爵士對話 然後給他喚醒 出來之後我們再次跟他對話 為奧爾拉 然後我們再按V 然後傳送到就是做夢變境的家族見識局 然後我們回頭 跟這個家族使者對話 然後獲得貼紙 記得關注再走哦 然後再按VC 再按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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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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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